英國政壇變天由黨令司紀賢所帶領的工黨在大選中獲得壓倒勝勝利 在國會650個議席中獲得411席結束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 國際關係評論員謝世文說保守黨慘敗是意料之中 由於保守黨執政期間有很多錯誤政策令國民失去信心 其實最大問題是保守黨始終執政了14年 他施政難免一定累積了很多錯誤 尤其在脫勾後保守黨的管治其實很混亂 最明顯是2002年他出了三個手相出來 英國是非常混亂的情況這個英國人很難忍受 自己的選民沒怎麼出來投票的情況下 令到工黨其實也挺容易 基本上司紀賢或工黨還要吃完沒怎麼出錯 基本上他都可以贏到這個選舉 新人時身作風 司紀賢上任後隨即宣布廢除前首相新衛城 推動安置尋求庇護者的盧旺達計劃 認為這個計劃沒有實際作用 另外他也重新會優先改善國民醫療衛生服務質素 和推動經濟成長 謝世文認為司紀賢此舉是要盡快讓國民見到自己是做實事 最容易即時落實 最容易有效果 和會最受工黨支持的歡迎的政策 譬如其他政策來說 稅務 他想調整稅務政策 或者說要建屋 因為英國和加拿大和很多國家一樣 他都是舊屋儲的問題 房價上升的問題 這些政策其實都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執行到 這次大選原定在明年一月前舉行 不過新會成在5月的時候突然宣布提前大選 外界普遍認為由於保守黨的支持度一直落後於工黨 新會成希望利用短時間良好經濟數據 為保守黨挽回支持度 不過最終都未能如願 至於加拿大預計在明年10月舉行大選 目前總理杜魯多的支持度同樣大幅落後於保守黨領博麗治 與英國大選前的情況相似 不過時事評論員陳敏銘認為杜魯多提前大選的機會很少 保守黨的引用強勢 引測民調和英國差不多 引測自由黨20多個百分點的時候 要追很難追 但會否提前大選 除非我們突然有經濟數據或其他政策 令國民重新有希望 對自由黨有希望 或者會利用這個機會 另一方面 加拿大外長喬美蘭星期一到訪英國 和新任外交大臣拉米會面 喬美蘭在會後提到 雙方討論了加強夥伴關係的方式 和兩國如何共同合作應對全球迫切的挑戰 不過未有透露會否重啟 兩國在今年1月終止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陳敏銘認為 自由貿易協定對兩國都有利 期望能夠見到顯著進展 不再延續自由貿易談判 是新委成的保守黨做的 現在工黨上台了 我希望它能夠 它說明會盡量挽救英國的經濟 改善英國的國民生活 這時候我希望工黨的施紀賢 新首相能夠重啟我們的貿易談判 和加拿大有一個正式的 一個護衛的貿易協議 對兩個國家都是好事 新時代電視記者周仲文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